原文在座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不忍得手下人反水的貓頭影賊大王,生氣到半死 日日念念不忘,要親手殺死阿福阿洛兩個反骨賊 以警告其他賊人,本大王亦非一般人物 賊軍師好像很有把握斷定地說 只要內心等候十日,就有望炮製到那兩個反水箭骨頭 賊大王聽了之後,又高興時又激動,就立刻追問 嗯,軍師呀,人人都說人海茫茫喔 又怎知道那兩個反骨仔縮在哪裡啊 現在他們兩個,又是發了大答的人,一定有很多躲起來的地方 更加難找啦 現在這件賊軍師,左手用紙線慢慢輕鬆地搖著 即時引來清風陣陣,潑了幾下之後 右手舉起透明酒杯仔,喝了幾滴香醇猛烈齊全的酒 即時感覺醒腦提神,才滋滋悠悠地說 大哥有所不知啊,世上有些高人能知過去未來 其實是算得準確成了神算那樣 出了名的孫子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同樣是靠計算出來的 知彼知己甚為重要啊 本軍師力來深知我們的綠林好漢的所謂以及個性 他們的個性和正常之人很不同的 嘿嘿嘿,那些好漢 他們對酒色才氣賭錢,樣樣都不少得 賊軍師廣解到這事 發現賊大王好像不太明白那樣 賊軍師即時要簡明再講 嘿嘿嘿,敬品大哥,那兩個反骨仔 得到巨大金銀之後 第一,當然是開心得整個彈起的啦 第二,此因有錢就成了暴發戶 開港都有說,暴窮的難底,暴富難體 咦,他們一定會日夜都覺得錢銀咬身 嘿嘿嘿,他們既開心又難受,停不低的 成了多動靜,很快就會日間賭錢 夜間嫖妓,日夜燒走不停 嗯,嗯,再過些時日,就會炎玩得未夠過癮 必須到處野是生非,老子天下第一 要極力搞到神憎鬼厭,和整日做出欺人太甚的事 這一件事呢,就是他們的個性啦 他們要酒色才氣砌穿,費金如土,唯恐不及啊 喏,大哥,請你明天,我十個認得阿福阿六 那兩個反骨仔的人,被我帶著 我自然會教他們怎樣去做包打聽的事啦 賊大王聽了,即時一一按照賊軍師指定招辦 到了第六日,賊大王已經接到包打聽之賊的報告說 各位弟兄啊,已經發現阿福阿六兩個反骨仔的行蹤啦 嘻嘻,賊大王開心都說,又跳又叫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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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軍師,了師與神,果然猜中了 哼,我要送那兩隻爛彈去炎羅王賣鹹鴨蛋 喏,事物亦怪啊,往往是無巧不成書的 三日前,丁山又派了人去告解阿福阿六兩位客人 要盡快遠離本地,免他擔心 怎知阿福阿六兩個東西聽了呢 照顧不以為意 呵呵呵呵,一個書枚兩個說 今時又怎麽同往日呢?財壯人擔嘛 啊,況且我們兩兄弟已經買了最新色,最靚,最短,最厲害的棒棒手槍 總之,財壯膽槍補身,阿叔幾時都未驚過 一切照舊,銀子照抖,啊 他兩個人心想,老舉宅和賭場呢,幾時都是最安全的地方,誰敢去那裏搞事啊 反而有憎無減,日頭帶著一大班老舉出入大賭場去幫手賭錢 這樣才夠過癮啊,晚上要睡在金色玫瑰河俱樂部才夠滿足啊 財壯人膽,花天酒地啊,濕濕碎啦 那再講賊大王,自從聽手下包打聽人士報告,已經發現反骨仔行蹤之後 日日都吵著要立即前往,趁手怼壯他們啊 不過賊師爺又告戒講啊,大哥大哥,本軍師有句話,不知道講不講好了 勝哥的貓頭已經就大聲說了,哎呀,當然要講的啦 賊軍師就自由淡定地說,古人都講過,打射不死三世冤 勝哥那陣子,當今最有錢,最有威望的人物,居然被我們捉住 那雖然是全靠內鬼,那都是偏意啊,不過這樣的欲心到手之後 居然都賺不到大錢,亦都是世間少有啊 後來,反而被那兩個反水手下劫走了,反水的手下,一夜之間就成了大富翁,在江湖上成了奇蹟喔 不過,這一切的發生,令到大哥你這口氣,怎麼靠得下啊 該殺的人,當然要殺,不過照我看呢 第一,殺反骨仔,不用大哥親自出馬,奢不納顯地嘛 第二,當殺死那兩個反骨仔之後,大哥呢,你要速速離開這鼠 我們千萬要記住,打射未死,三世冤啊 照我看呢,那個丁總裁,不是這麼好野的人物來 他現在雖然說不出,又有誰知道他在想什麼呢 問一下他痛定思痛,立即成恨 他用錢暗中收買江湖的亡命圖 置我們於死地,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已 第二,他痛定思恨 當用官方來抓我們進去坐牢,亦同樣是說這麼容易的事 唉,上次的行動,抓丁大富翁丁山那時候呢 所以本軍師是極力反對的 賊軍師說到這時候 賊大王貓頭鷹,即時是現出一副懵懵的樣子了 唉,軍師呀,你這個不抓,那個又說不殺 我們怎麼做人呀,在江湖裡還有定期呢 我們日日吃什麼呀,吃風呀 總之,明天殺犯骨仔,我就定了,要親住他 要用我兩隻手,全決敢犯水的人 到時,我自不然會速速離開那座大城的 那有日,一班穿著很漂亮的年輕女人 和兩個中年男人,連子蓉的臉口走出賭場 見整班女人就說了 嘻嘻嘻嘻,哎呀,真是爽了,贏錢就全部歸我們 輸錢的時候,就歸大哥二哥 唉,我們雖然在這裡玩錢而已 就算兩天不吃東西都不會餓了 你們真是好的,是不是呀 八個艷莊年輕女人笑聲齊答 是啊,是啊 這裡加上紅運當頭的大闊老大哥二哥 總共是十一個人,真是笑到口都合不上 很開心的時候,誰又會猜到 突然落極生悲的事,嘻嘻就到 忽然聽見有女人驚叫聲說 哎呀,快點走啊,快點走啊,殺人啊 現在說時遲那時快,原來來這裡沒有多遠 有個神高神大的男人 雙手拿著兩支短槍,已經瞄準依著時尚的大哥二哥開火 砰砰砰砰,連開四槍啊 叫大哥二哥的兩個男人,雙甲母的遠 同時是應聲流血倒地啊 嘻嘻,如此突然可怕,嚇到所有人就雞飛狗走了 嘻嘻,你又走時,我又走了 誰知,這樣都還沒算 繼續還有更加得人驚的動作出現 那個雙手都有槍,已經啪了兩個人的高大男人 他不止沒有逃走,反而嘻嘻,一個戰步 跳上重槍塌在地下的人身上 用抓著大皮鞋的雙腳,乘盡力跳高 嘻,嘻,嘻,猛地踩,重槍倒在地下的人的頭 一尾出行力,呀呀,蹲啊 嘻,雙槍仗的他,十分凶惡又得意,狂笑的高大男人 不知為何,失驚無神,自己又被人啪啪,連中兩槍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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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好快去他站不穩,發著發著劈啪,整個搭在地上來 嘻,嘻,眼前的事情,一目被一目得人害怕 光天化日,這個地方人來人往,究竟是什麽回事呀 嘻,原來是這樣的,剛剛第一次中槍倒地的人,他未死 跌在地下之後,突然醒來 看見那個兇惡的大惡人,拿腳行兇 不停地踩踏他兄弟的人頭和身上要害的地方 他大概不甘心,又有樣學樣,做臨死掙扎 他很辛苦,在身上拔出那支身色又有毒,每中必死的手槍 對準雙槍大惡人招打 他打完兩槍之後,自己才斷氣身亡 嘻,現在百樂門賭場附近,一下就死了三個人,成了死人堆 就在這時候,附近忽然間又聽見有幾個人驚叫 軍師呀,快點救大哥啦 那個叫軍師,頭戴瓜皮小武的人,亦放了手腳,眼睛都光了 但是他十分機警,一個戰部,衝來剛才凶惡殺人,踩人 現在淚低在地的雙槍高大哥身邊,軍師蹦低,互亂要,很真正的手拉手把脈 好像中醫師體病那樣,然後細細聲對眾人就說了 大哥槍中要害,死了很久了,軍警就快到,我們快點散水啦 眾人聽聞一聲暗號,這幫不見得光明的人馬就上了一部汽車,很快不知所蹤 事後有知情人哀嘆,作詩一首,先讚嘆,智勇相傳的丁山大才主,他有情有意,如下 大恩口報,人上人,真心實意報賊恩,賊骨無緣,響大福,唱聲過後,城望穩 接著,又有詩一首,何苦要造賊,傳聞如下 賊國大亂,賊殺人,為何用腳踩死人? 醉生夢死,就是死,生死有定,莫怨恨 若問好漢是何人,不勞疑禍,要金銀,暢響躲入鬼門關,是否傑富又濟貧? 再講賊軍師,最怕丁山報仇,是要遠走高飛 賊軍師雖然聰明,看來這一次,他估得不準確 丁山他無心計較賊國的仇敵,也不准人偵查打聽 不准任何人再提及誰是內鬼家賊,和有多少人通查 奇怪的是,從未責怪和詢問家的任何人,嘴裡頭不問,商議不問 誰如果再提起這件事,立即嚴厲制止斥責? 有一日,丁山他帶著大隊人馬,到達一座廣闊墳 原來是他要拜祭母親高月明,和父親丁思縣 在山墳前,拜祭一番之後,又繼續拜祭外祖父高天壽,外祖母高老夫人 最後好像稟告了些心願,心痛,心底裡頭的說話 其中有兩句是這樣的 世人都怨金錢罪,我受金錢成拖女 咦?什麼意思呢?沒有人明白 不過剛剛好一百日,丁公館裡頭就大排現職,華貴非常 來府上祝賀的人,全部都是非富則貴,望高攀者眾多 那些貴賓看見丁山四位公子人才出眾,後繼力強 人人羨慕到流出口水,都說一代勝一代 幾日之後,丁山和夫人在家宴裡,丁山很高興地笑著對夫人和四個兒子說 你們爸爸經過心思慢慢才明白,什麼叫做自量 正如古人所說,不飲過量之酒,同樣不要做過量的事情 唉,我這個做爸爸經常做這麼多事,有什麼好呢?看來,確實是不好 丁山跟著又說,你們的媽媽一早就勸過我了,他說,很多有本事的人,五十歲,或者未到五十 就把所有大小事情,全部交給兒子去做,的確有他的道理 丁山說到這時,高興的夫人突然對四個兒子打顏色了 三個兒子,丁偉卿,丁偉明,丁偉成已經領回媽媽的意思 四兒丁偉平就未知其中奧妙 不過也跟著站身舉杯,祝賀爸爸早日交拳,退出龐大的抗業全牛業 從此在家裡移養天年,以盡孝兒的責任 丁山的一杯茶水,交出五拳,比當年的宋太祖杯酒式冰拳更加乾淨利落 不過意義就不同,宋太祖是收回冰拳,丁山的做法是交拳 夫人極力讚好,幾個兒子就更加開心 事後,夫人很高興地說,唉,祖交,確是好事 不過不明白夫君為何要分成五拳並立,國不相干呢? 丁山就說,五拳,即是五份財產分割 絕不可以同行業,同行啊,日後可以成敵國啊 今天這樣決定之下,從此他們就井水,永遠不會犯河水 就不會做出因財失意,骨肉傷殘的事了嘛 丁山最後還說,唉,金錢這件事太多就是災難 錢越多,越容易出事,任由古往今來,帝王帳上 富貴人家都是這樣的,夫人聽了就未見答話 過了一陣子她又問,夫君,為何羅多都會分得一份呢? 丁山就說,啊,羅多和我兩個幾歲的時候就出生入死,患難與共 她和我合作了三十幾年,輪功勞苦勞,她都應該得到一份啊 這陣子的丁山,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法子 從此,幾天在兩個月左右,就將龐大到得人驚的財產事業 所有分割的事,一一做妥了,從此,人人都拍手叫好啊 時至今日,真正高興的丁山,高舉雙手,出力地呼出了一口氣 從此,大海實在高興那頭,暗暗地對自己說聲 唉,從此,不用做有錢人,我已經脫離了苦海了 之後,留下一張寫著幾行字的字條,於是不決,看丁書 原來丁山她,用了五年的光陰,寫成了一本書,名叫丁書 裡頭雖然包羅萬有,但能夠一目了然,好易明白的 丁是實業王國內外的事,都可以一一解決 現在丁山兩次回頭,望了望書房上下的書之後 滿心歡喜地走出門口 剛剛走幾步,忽然想起一件更加重大的事 她心想,熟人眼中無偉大 總之,越是親近的人,就越平凡,越不中用 才是至理名言 為了後代能夠願意聽得入祖輩的教導 於是,她又走回頭,拿出丁書,急急加幾行字上去 鄭仲說明,此丁書,是適合管好丁市各大公司 能永立於不敗,並非丁山之作 寫書,寫書人早已不在人世,丁山將字條寫好了,再看了兩次,確保無誤,深安利達就出門去了 如果要問閣下,丁山去了哪裏,沒有人知道,至少遠離又遠離人群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件事 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忽然一日,丁山隻身來到一座高山 咦,離遠看見一座道觀那樣的燒香拜神的地方 滿心歡喜的人,她心想,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則靈 再走近一點那時候,果然是一座道觀 留心看,又見有寫著幾個字 這裏一看就知道是,因為年久失修的緣故 很多木柱木門已經殘缺不存,處處暗淡灰黑 木桌香案破破爛爛,認真再看,才知有清風道觀四個大寺 丁山滿心歡喜,加快腳步走進去道觀 在參拜的時候,聽聞有人咳嗽和腳步聲 只見破舊的內電,慢慢有十幾個道士步行經過 這班道士,各個面容潮水,身體受削,面上渡骨外露 一看就知道,全部是米糧不足的緣故 聽聞一個上年多的當家人對眾道士說 山上種植的東西實在太少了 我們天天都不夠吃,上山前來參神燒香的人又越來越少 唉,我們唯有落山,分頭花園,希望化到米糊充肌了 站在一邊,祖就變成了衣著極其平常的大大富翁丁山 他兩眼睛合起來,雙手合掌,變成極其虔誠,參拜道祖師的信賴 對眼前一切聽得一清二楚 心想,那些道士太窮了,太苦了 就在這時,忽然聽見道祖殿堂門外有急速腳步聲響 很快有兩個人進來,他們立即跪下,扣了響頭八下之後 手拿著靈簽筒,不停急急熬著 最後,求到靈聖簽不知,就站在身對老道長說,請解說 道長見來了施主呼喚,不敢怠慢,立即走到神桌前做解說 原來那個求簽的人,他要問道祖師 有些人專做壞事,害人不淺,為何照顧日子過得好,而不見他毀滅? 道長看完靈簽之後,就解答話 道祖師靈簽道說,因為那個專害人的人 其祖宗從前做了好多好事,尚有餘得,因為祖先有餘得,得盡則滅,是毀滅的滅 求簽人聽了就很滿意信服,放下了一個銅錢就走了 另一個求簽人,現在又遞上零簽一支求解說 他問,天師呀,好多專做善事,又十分義氣的好心人 為何上天,總是不見賜福輕槍的呢? 道長經過品告上天之後,最後就解答說明了 啊,雖然是好心意氣之人,但其祖宗是因為尚有餘餘,必須等候時日 央盡則槍,是槍勝發達的槍呀 求簽人聽明白了,要等到自己祖宗的罪惡去盡,就會輕槍 祖師言話兩句,祖有餘餘,央盡則槍 求簽人聽了就很滿意下,放下一個銅錢在樹,急急走出山門,落山而去 道長連氣接到兩個銅錢,有點歡喜呀 不過現在還有一個人,道長的心想 那麼,來人,難道也來光顧些,小小意思嗎? 道長就笑笑口問了 居然,如果有求問天神,儘管搖動大小籤筒 本道人,自會向天敬品呀 丁山見到道長這麼主動,立即就上前行禮說 匪人想先求人,再求神 啊,居事有何事呀?照直講啦 丁山再上前,立即雙手遞上一包仔重力力的東西 誠心誠意地說 敬請道長先收下,被人只好說話 誒? 道長就覺得奇怪了 唯有接過那個布包仔,打開一看 嚇了一大條,幾乎站不穩 啊,那,那這件事 道長眼都花了,我,我沒有看錯嘛 啊,原來是一包金銀啊 啊,居事,到底是甚麼回事呀?快些告訴老道 丁山就說了,被人一心一意想出家 要來醫署,懇求道長收留 但是想不到,就快到道貫那時候 在路上收到這包金銀,敬請道長先收下金銀 道長就很激動地說了 哎呀,看你居事,確與道有緣啊 請居事留下,共同收到 請問居事,尊姓大名啊 丁山心想,本人多次該死就是未死 死不許,隨口就回答了 哈,被人姓時,時間的時,明不去 道長就說,啊,原來居事的大名叫做 死不許,死不許,死不許者 即是,光陰永流,但予長生不老也 嗯,真是個好名,好名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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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而此看來,不去居事,確與我道祖大有緣分啊 丁山得道長收留就很歡喜 三個月之後,清風道長品告上天得到天師賜名 名叫和風道人 居事從此就去了忘記辭不去的舊名 新來的和風道人,有一日對師父清風道長就說 就說了,家中須有二千,每一二千,全無生計也不過用幾年啊 和風道人,他不怕苦,不怕累,主張落山化園 清風道長聽了就好贊成啦 可奇怪的是,和他一模一樣穿著黑色道袍的和風道人 他歡喜獨來獨往,不過,他總是花了很多錢錢回來的 搞到清風道長,整天笑到口都合不買 如此辦法,從此就有了錢財了 那些道士,人人除了米糧充足,爛庸庸的道袍已經看不見了 手頭到有錢了,道長就下令大收清風道館 於是乎,前來蕭香參拜的人就日有所憎 道唐華麗,引來參神人馬滔滔啊 道貫殘舊就惹人煩躁啊 清風道貫從此舊貌換了新眼 一傳十,十傳百,都說清風道貫神聖顯靈,非一般啊 光陰此戰,轉眼又過了三年 那位清風道長因為年時已高 那日夜晚臨終時候再三告誡眾弟子 要順應上天師祖議員 本道長歸天之日,就是和風道長接班做道長之時 望眾弟子務必盡心全力輔助 清風道長講完就閉上雙眼 和風道人聽了之後就感到為難了 心想,本人原來是社會名流富貴人士的總領班 因為錢財太多,日子不好過 又佳恩想說商議不民世間事 才來到這裏收道,但願求得清淨 今天突然要做道長,也是始料不及的事情 最怕就是,穿起道袍士更加多 但一時間又不敢推遲,成了左右為難 兩個時辰之後,身不由己的和風道人 已經被眾弟子推上高台,接受參拜 正式成了道長 其實呢,眾弟子一早就很佩服信復和風道人 他的學問高到深不可測,各樣都有本事 為人又正直而起 當年和風道人正式做道士之後 清風道貫就全面立即得到震撞 無多久,他又向師傅提出 日日除了修道法學經典之外 人人要練習武藝,這樣既可以強壯身體 又防禦到賊人搶道罐女頭的財物 日子有功,現在幾年過去 清風罐的道士,個個已經武藝高強了 有人練得身輕如煙,兩腳用力一跳有成像幾高的 又有些人呢,連到大樹盤根,就算十個人 出力擁都擁不動 怪不知有人說,山中方七日,世上二千年 山山上的靈氣,遠非一般人能夠明白 有一日,和風道長在內堂,盤著雙腳打坐 突然聽見有道士,放� 紮地叫什麼? 時 gesture!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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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e 和風道長聽聞,心中一動,有些不高興 多天的靈氣,一下就受到沖斷 現在道士又急急地叫,是⋯ labs,頭, police firefight 李林啦 闭上眼 练气求长生不老述的和风道长 李人时就成了生气 一时就说不出话 未见可以应声 和风道长被逼 急急理讯翻条气 打开云眼 看见 前来有特大急事品告的人 不是一个 而是十几个那么多 现在看得出 个个都紧张紧急 和风道长觉得奇怪 细细声问 发生了什么事 十个八个道士紧张激动 二口齐答 即将发生大好事 和风道长内心再问 请各位 无必镇静 由一个人 说话 才听得明白 究竟发生的事情 有几好 有几大 说了几次 力平中语之后 最终都是要由一个 说话伶俐的道士 才说得明白 大好事情 即将到来的是 现在来了个大富翁 他愿意出大钱 要办大事 向上天求徒 请清风道观主持 大人物 率仲向上天 帮大富翁 求作大福之事 现在那个大富翁 出手又大得惊人 又确实 因为财大 吓倒了人 口口声声 都说奉送钱财 一路是用黄金来计算的 不是用铜税钱做香油 说话伶俐的道士 一说到黄金 那帮道士又忍不住 即时变成了七嘴八嘶 众与齐放 有人说 大富翁他送八两黄金 真是大手笔啊 又有人说 不是八两啊 是十五两啊 还有说 不是十五两 是二十几两啊 接着又听到有人说 你们听错了 那个敬送香油钱的大富翁 他明明说 起码起码都要送三十两黄金 现在和风道长听来听去 都是很多大 什么都大 来人是富翁大 因为有大钱 要做天大法使 他出手大到惊天 是大宋黄金 现在大家都大为激动啊 一起争取港 变成中泡齐发 声音太大 太乱太快 反而听不清楚了 还有黄金重量 越港越大 现在又有人说了 大家都没听清楚了 大家都没听清楚了 全部都听错了 谁知是这个数目 没有拿 希望大家都信他 记性特好 大概的大数目 究竟人海战阵的和风道长 他很清楚 又是那句话 金钱面前 人人都两眼放光 现在没法听明白的和风道长 他没见现出 不耐烦的神情 又没见到 听说黄金 就微飞色母 只是平淡的小笑说 立刻叫四位大师兄 先去会见大师主 谈妥之后 再来我这书 现在你们各人回去 各就各为了 轻轻一句话 一大堆人马 曹曹币的声音 立即消失 若摸一个时辰之后 东西南北风道人 四位大师兄 现在向和风道长一品告 知客堂上 来了五位师主 原来 他们都是帮一个人做事 那个最大的师主 未见出现 最大的师主 只是派出手下人 联络我们 那五个人说 他们最大的师主 已经准备了五十两黄金 给我们祖师道贯 他们的最大师主 再过十日就会来到 最大师主 要我们帮他一家人 向天求徒 降五福临门 面有起色的四位大师兄 一口气 讲得很明白 现在和风道长 虽然未见有什么回话 但大概 毕竟财可通神 才算得是顺理成章 主已定了 和风道长就说 啊 这种大法事 向天求徒 五福临门 却非一般 照我看 都是由你们四位大师兄 去做主 就最合适了 希望做得够体面 师主满意 就会不失广大的师主 你还忘了 四位大师兄 东风道人 西风道人 南风道人 北风道人 听了之后 都高高兴兴 离开了道长的道坛功 现在四位道友 师兄弟 在中途一边走 一边讲话 四位师兄弟 现在都有同感 都说觉得奇怪 近日我们道长 好像有重大心事 屈屈寡欢 这就令人难以明白了 十天的时日 说到就到 有一天 太阳就快直照中午之时 突然来了大队人马 原来是大师子他们 就快到达清风道馆 这些人马 果然来头非凡 真是能震撼山谷大地 第一 前边有多名的吹鼓手开脑 接着又有护卫人士 和挑夫等多人 各个上下穿着 短打三副 做事是快手麻利的 最令人注目的是 中间有一顶大矫 由八个人抬主 矫道坐着一位大爷 后边跟着有六顶小矫 每顶矫道都坐着一个 装扮得如花似玉 夫人无恙的年轻妇人 六个贵妇人 她们全部都是最大师主 一个人的妻妾 后边跟着又有三位男人 也有脚夫抬住 不过是用两个人抬住 一张两条滑足座椅的这种便角 十分灵活舒适的 远足上下慢慢的抛着的三位男贵人 现在直接享受青山上边 树木的香气旁边 所有人一步步向前走着上山 这三位上等下人 虽然比上不足 比下就确是有余了 都算是坐着人头之上的人 是出人头地 其实这三位是师爷来的 他们分别共有六个人抬住 作前后兼顾眼看四方 以听八面 其中有个师爷 他姓鲍 是另一班人物来 论文才口才都很出众 好得主人欢喜 办事能力一流 包师爷建议兵到达清风道馆 白色揮手示意 其余的两位师爷 也分别落了简易的滑足椅 即便角 三个师爷就立刻打前站 走在最前边 先接受四位大师兄 和众道士的迎接 除了和风道长之外 另外五十个道士 算得上为傾巢出洞 拱手站在两边 恭请恭迎 包师爷 见道观人马 已经尽全力 和大礼相迎齐全 他立即另转身 就走在那座大轿的前边 向最大师主报告 请总裁落轿 准备边寿礼拜 再进入道观大殿堂 参神拜祖师 最大师子听闻 就高兴地落了轿 拿手指在后边 笑着对包师爷就说了 呵呵呵 告诉各位夫人知道 他们全部落轿 跟着我入清风道观 参拜天神 包师爷一声答应 又急急立即知会 众夫人 那帮夫人知道 落轿等于自由自在 现在到达了新的地方 神圣之地真好玩 于是乎就嘻嘻哈哈 欢天喜地落了轿 四围地看 跟着就想要四围地走动 不过现在包师爷 向最大师主行礼 和向众夫人行礼之后 成亡成恐地说 敬请总裁站在中间 但六位夫人 跟着后边 列好队形了 就慢慢向着那边方向前行 在师爷指点下 一大队人马 好快就变成长蛇阵 向前行 要先到达道观大门前 接受清风道观 几十位道士的礼拜 和听很多迎接师主的敲钟声响 师主们一一还礼 如此忙碌了半个时辰之后 又各自分散活动 最大师主带来的几十人 个个高兴 在包师爷的安排下 就成了整整有条 现在又见那批脚夫苦力 个个依然好卖力地在渡观前 那片大空地上做牢作 七手八脚 望着搭起牛皮帐篷 离远看帐篷 十足十好像以前的皇帝到外地出巡 游山换水居住的行宫 这么方便和架势 这种行宫可以日夜舒适居住 又可以调节风向 令行宫里头冬暖夏良 里头种种物品摆设齐全 随时可以制作到上等食物 现在最大师主总裁 他又在众人的前夫后涌下 移动肥大身材 手力精美外国高贵望远镜 慢慢走着 浏览观看四边四边 先山远近的景物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欲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前历萧香拜神的几十人 现在自自然然地分成了很多班 好像人以群分那样 一片欣欣向荣高兴 人人都觉得自己 好像神仙这么快活 虽然如此 但又件奇怪事 远次忽然听见有女人 咀咒埋怨声传来 接着又多了骂人的瞻声音 发脾气的恶女人就说了 嗯 这里有什么好玩的 我最看不过眼的就是 爆师爷的发瘟 他叫我们大家排队 这么都不紧要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偏偏要我们两个 行最后那一行 要跟着人家的屁股后面 如果不是特意想落我们面 又是什么 真是激死人了 女人的闹声过后没有多久 有件奇怪的是 那个爆师爷 他好像生了顺风椅 知道有人在骂他 好快去急急着 走到那个骂人的夫人身边出现了 爆师爷就先作半嬉皮笑脸 继而就变成成王成孔的害怕样 又打工作一陪礼 小声笑笑说 哎呀 夫人啊 请庶罪 我老包呢 确实是发瘟 又不懂做 搞乱了排队 不是我老包专登的 佳恩是忙过头而已 我才成了有眼无珠 正好总裁又突然落命令 下次排队的时候 我老包一定会打醒十二分精神 请夫人不要再生了 不要再生了 以万禁之驱 龙体为重 包师爷说话不多 但是很鼎容 现在认错的话 居然能够慢慢使得那两位妇人 有转生为笑的机会 一眼关七的包师爷 他两眼已经暗中看见骂人的 那妇人就快露出了牙齿了 早就没了刚才那些凶恶相 知道有转机 心里头 鱼获重色 这样才放下心 现在包师爷的好话认错 看来远未到尽求 应该还有很多更加好听的说话要说 但是另一位师爷 现在又来到了 小小小的对包师爷说 总裁找你 包师爷一听 立刻停了嘴 不敢态慢 灵转身 急急跑了过去 现在觉得平原地道 已经有了帐篷 又有长牌 和各种舒适的座椅 包师爷现在看见 最大施主 他手起不落 龙非奉母 那样揮毫着 倒大的毛不字 是帮道观写的 四位大师兄 东西南北风道人 带着一帮道士 恭候又拍手掌 叫住 大施主 好不法 现在远处一尺高的高台 有三十个 个个头戴黑色道士帽 身着上下全身 都有八卦的幸黄色道袍 双脚踏着多尔麻绩云骸 人人出尽全力 起立 跪拜 向天一次又一次 焚烧着最大施主 和各位夫人的山神八字 无必要上天将得福降临 现在 还有最残暗的就是 那五十两金条 对放在一尺高的木天台上面 成了些道士 玫瑰拜起立一次 都会看见的黄金堆 如此就成了拜天神的同事 也是拜金 那么说到黄金的时候 写书人就要及时 承诺一下那位前身特大财主丁山 他今天成了和风道长 为什么还闷闷不落呢 很多道士都说他有重大心事 其原因是他自从姚身一变成了道人之后 他总是利用花园的时日 身着道袍 天天暗中都在搬运着大批重量的黄金 和珍贵宝物 收在山上那个无人到的山洞里头放着 山洞的表面又有泥石做掩埋 这样做作 根本无人会知道 来道观武器院的山洞里头 日日进金 因为日子有功 用蚂蚁搬家的兵法 几年来藏有黄金 成几千斤 其他更加珍贵的宝贝物品 还没继在内 那就是说 这个深山上的和风道长 表面看来 是存靠花园和香油钱过日子 其实他过人 照旧是富可敌国 几年后的这些秘密 只有天知地知 丁山和风道长一个人知道 后来有一天晚上 和风道长的发梦那时 看见那个日头和夜晚 都鬼影哑哑哑哑 无人到的山洞里头 突然有很多人 在那偷抢搬运他的黄金专筷 大惊之下就急急叫手下人 你们大家要拿刀枪快快打走追杀财人 抢回财宝 在急叫之下就忽然觉醒 原来才知道是南蛾一梦 虽然明知是发恶梦 不过那晚和风道长就立即穿好衣衫 急急外出 快快跑到那个山洞口 来回看了几次 又再三看清楚 整座大山 根本没有任何动静 哪里会有人敢入这里的山地 又再三检验山洞的附近 没有任何足迹脚印 这样才放下心 不过自从夜半突然外出这个动作之后 因为太过离奇 好快令到全道观的道人就议论纷纷 究竟为什么道长会三更半夜 在山洞口里站这么久 徘徊观望呢 那次之后 和风道长他又明白自知失误 从此有了重大心事 不过没多久之后 和风道长就忽然间醒了一个好的办法 能够将我大批珠宝黄金 永远埋于地下的 于是乎就当机立断 请了一帮爆石工匠来 只是用了一日的时间 就将半边山地由上之下 一下扎平了 和风道长亲眼看着 那个藏金的山洞口消失了之后 心里头觉得一阵阵阵阵位 事后很多道士问道长了 为什么拼了山地去的 是什么事呢 和风道长又高高兴兴地回答了 哈哈 山上准备起道馆 日后如果有钱就可以动工的了 现在就搞平山上边的地下先 它实质是要神不知鬼不觉 一日之内 表面将几千斤的黄金 和很多稀世真宝 永远埋藏在高山泥石楼之下 至于另外有山洞 可以入藏宝地 那么除了和风道长一个人之外 谁都不会知道这个地下里有重量 黄金珠宝 和风道长就经常说没有财富 才算是六斤清静 又说世人的眼 就是见不得钱财 不知道哪里有钱财 反而是好事 如果知道有财富 立即会变出灾难 财富越多就越危险 没有财富是最小的危险 藏宝后的和风道长 现在继络 今天刚好是第三日 又见好日子来临 现在那个最大的施主 果然送上了五十两黄金 令到清风道观 上下震动 无心事的和风道长 天天在施祖堂静室里头 一个人闭目养神 盘室打坐 有时候或者看下杜祖的书籍 这里宁静到什么感 但是杜冠外门口的平地道 有所不同 外面有十分高兴的最大施主 他们在那淫诗写字 和作对联 还有最大施主的众夫人 他们在一边吃着食物 一边讲笑嘻嘻 这里的高山 今天成了天堂 零射好玩 笑声零射多 大富翁手下的三位师爷 其中一个师爷 现在笑笑口说 总裁呀 你说叫大家 写出些好东西出来 被人虽然不才 我看先由总裁你出对联之左 再由我们 或者叫本道观 主持他们写出对联之右 那不是更好 啊 众夫人和其他两位师爷就齐齐说 是呀 这个办法多好 满心欢喜 老当益壮的最大施主 他两眼一转 左右一掃上下 在夫人身上打梁之后 突然觉得他的六位夫人 今天的穿着特别顺眼 个个好看又漂亮 人逢喜是精神爽之下 聪明的大富翁他笑笑话 好 好啊 啊 一样是这样说 你们准备动筆 这时候 肥大富翁他已经心中有数了 好高兴地舞动双手之后 突然指着自己六位夫人就笑着说了 哈哈哈哈 你们看 这些就是题目了 七穿红切着绿 就拿这六个字 去写出左边对联啦 众人听了 好发就照着一一写好 交由大富翁看完 富翁就说 啊 还有六个字的又对联 由你们写啦 看你们哪个有本事 他说完 就拿口咬着那只 不离手的 外国最高贵 名牌精雕细黑的烟斗 边笑边煲着香味四日的烟施 然后就笑着问在场的大堆人 怎么啦 快点说啦 六个字成一句 六十几岁 老当抑上的大富翁他等了一阵又一阵 照够没见有人答得出 七村红涅着陆另外那六个字的对联 中人想来想去 就是不知道怎样答 看来不好答 又不敢答啊 谁人都知道 六字真言 是用富翁七妾为题目的哦 那六位夫人呢 见到丈夫以他们为题目 个个人为春风得意 无比自豪 一尾就在那快活开口笑 眼见 写答对联的事 就快冷场了 哈 还是包师爷他识做 立即补上一句话 总裁啊 我看此地已经没人能答了 可否请本道观的道长作答舍出呢 大富翁一听就高兴了 哈哈 好啊 好啊 众人听说 要找道士救道行的当家人答 都大声叫好了 现在个东西南北风四位大师兄 他们素来知道本观道长甚有文彩 今天正好切磋一番 十分欢喜 快快上前 接个老当益壮 用钱十分慷慨 十二分风流的大富翁六个字在手 之后都说 快快快 看我们道长他怎样加法六个字 四位师兄成了一阵风 急急着走入道观里头 正在那里修炼的和风道长听说 最大师主要求他写出另一边的六字 真言对联 他也很乐意地接过四位师兄 带来的紙笔墨 再仔细看那六个字 七穿红妾着绿 然后淡淡定定 就在右边落笔一气写出 配上了朝如晚欲 增幅六个字 四位师兄都知道对得十分贴切了 现在已经变成了两句妙对联 七穿红妾着绿 朝如晚欲增幅 四位师兄看法奇开得胜了 欢天喜地 拿着诚语两句 急急跑到外边 交回大富翁和六位夫人 师爷他们先看了 齐声叫好都说 哇 和风道长 文才好 本事个人 经过交锋之后 才知道总裁和道长都十分了得 就在这时 又听见其中一个夫人 她笑嘻嘻地说了 总裁呀 好事要成商 现在就得一边六个字 对六个字的好对戀 你不如再写出一句 请道长他再配再对呀 最大施主肥大富翁听了之后 又一阵高兴 哈哈哈哈 有代理 有代理 大富翁他就向四周围望了一阵之后 哦 有了 大富翁他现在看见几位严装女人 在那里看花 几个夫人在那里喝茶 聪明富翁眉头一皱 又就计上心来 摆下手势你们快点写 他们有人看山花 有人喝山茶 闲写六个字 快写快交给四位道士 于是乎道士他们 又照刚才这样拿着 看山花喝山茶六个字 到达道长室递上 和风道长又接过 看山花喝山茶 跟手就落筆 道长这次 达到比刚才更加快 六个字是一气苛成如下 道士向天潇洒 道长右手执筆 左手快速就递给四位师兄 四个道士又兴兴兴地送到高庆的大富翁手上 大富翁一看 哇好野啊 成了左右都有六个字了 左边六个字是 看山花喝山茶 右边六个字是 道士向天潇洒 众人明白 七川红妾着陆 朝如晚欲增幅 对 看山花喝山茶 对道士向天潇洒 分明是一族一清 不吃人间烟火 对大富贵凋车淫日 赞叹声过后 奇怪的是 大富翁他若有所思 突然消以传无 好像得了什么沉重心事 众人都觉得奇怪 不过没人敢问 过了没几天 大富翁又扮成无事 开开心心 迟日快过 没几天太阳落山 各人饭后就各奏各位 就在日落仪式之时 那位全身都有珠光补气 身材高肥大的大富翁 他现在脊身静胤胤 半摸黑 秘密地设入了和风道长 夜晚打坐的道长收道室 现在宁静到出晒期的内室 突然听见道长细细声说 施主请你止步 有时请找管事之人 大施主听了道长的说话 虽然停低脚 不过已经来道长很近 大富翁就开口话了 我要找的是 那位最有名望 工商界领袖丁山总裁 和风道长说 大施主 贫道不知所说 大富翁说 道长你不用隐瞒了 本人当然知道 谁是丁山 道长应该记得 你今天带领众弟子 帮我们向天求福那时 道长你个人露面 虽然微到半刻中 又正因为道长 肯定背向着我们 不过道长你耳背下 有一条永不磨灭的伤痕 那条伤痕 就等我一个人明白来历 那时是四十几年前 你我在深山 逃脱大策虎口之后 又是你我就快饿死尊时 那时 首先是饥饿的山老鼠 要咬我们的人肉 但即时反而被更加饥饿的苦人 而捉住很多只活老鼠 那天马虎 我和你用口咬小吃了很多山老鼠 落肚 才保住命仔 之后 又遇到一只 要吃人肉的大恶狼追咬 是你我二人用计合力拼命拼斗 我们死死抱着那只恶狼 在山地上 滴了很久 还用口 强硬咬死恶狼 但是你我都受了重伤 从此就留下 整身的伤痕 丁总裁 你的伤痕 只有傻多我才知道来历 和风道长听了 一言不答 闭上眼 出生入死孤儿园老朋友傻多 今天的大富翁 他继续说 丁山大恩人在上 我身上所有的东西和钱 都是你给的 傻多今天 无意中发现了你的秘密 实属是我的最大不幸 丁大恩人请放心 我罗某人压多 从此发毒誓 永远不会向任何人提及今天眼前的事 大恩人 大恩人啊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问我 打听你家里和丁氏总公司的事呢 为什么呀 还是没见回答 大富翁 当罗总裁明白不应该问了 就立刻改口问第二 丁山路有大恩人 罗某再向你问最后一句话 请回答我了 我们日后相见渺望 众所周知 世上人最关心是 罗多总裁说到这一句话 为了表示世人最重要的事情 他顺手在身边将桌上 拿着一支珠沙毛笔 在纸上快速写下 富贵浮沉四个字 寄给丁山 丁山现在虽然不说话 不过他慢慢走到那个 只有半尺高的修炼云台 面无表情的道长用笔 在富贵浮沉前边加了一个了字 了字当头就等于变成了 了富贵浮沉 罗总裁一见就小笑话了 哦 原来神仙和凡人是大不相同的 两个人当晚一别 未到半年 罗大富翁他忽然间醒起 迟至今日的丁山他招构是有办法 可以将穷鬼变成大富翁的本事 丁山他招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为了想做更大富翁的罗多 这次他脚身秘密又来到清风观 想急着拜见丁山的时候 不过好遗憾 那些道人对他说 和风道长他早已经不知去向了 现在只见道长塞里头 放着一张旧字条 那罗多丁山两个人当晚共写的 了富贵浮沉五个字 这位认真关注富贵浮沉 今天拜重金无望 未有所获 失望无奈 暗然神伤的罗多 他带着那张很沉重的 残旧红字白纸条 走下了清风山 在商海继续追求更大的富贵荣华 那另一位最有能力 一心要放弃所有荣华富贵的丁山 他要到无人认识他的地方 世上哪里有天灾人和 他很快就会带着大批金钱 在那里出现 最终没有人知道 那位救苦救难的神仙道人是谁 看破红尘的丁山 要实行了富贵浮沉 各位 本师内有一伙善良的心 永远在那儿冲心足愿 所有人士远离灾难 行好运 本小说到此停笔 再会 小说到此停笔 稍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